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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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怪 老李怎么提前把命布写好了呀 本座车也有一件奇怪的事 你看这儿 圣灵教那一次的命布 没写完 只写到本座将玲珑星献于你 我跳崖那个结局被撕掉了 两日前 我去问了转命 李天王失踪以后 小仙发现 圣灵教的命布被人撕掉了后面几页 那个时候 仙君和敷衍仙子的圣灵教历劫 还没有发展到结局 也就是说 李天王提前撕掉了空白的事业 对 很奇怪吧 不过老李曾经跟我说过 他想把你们的历劫经历写成画本 在六届售卖 难道他是为了避免提前泄露截局 才这么做的 保管命布是文天王的职责 不可能为了偷偷赚一笔 就隐藏结局 撕掉几页 老李不是那样的人 所以当时的情况应该是 李天王不得不离开 但是没办法将详细地 把圣灵教那次的结局 写在命布之上 杨小祥利用玲珑星之力 剿灭许文睿 抱着师父的尸体跳下血压 这样的结局 有什么可以瞒的呀 本村问完转命之后 觉得更奇怪了 便派人在六届 寻找李天王的下落 结果如何 还被有收获 但是烧安勿躁 我们再等几日 县君 你说他是不是 故意躲起来了 以前他最爱和我玩 猜谜填字的游戏 他一定是留下了 什么线索 等着我们去找他呢 他会留下什么线索呢 下一次的命布 这一次的命布 有些蹊跷 是从成年之后才开始写的 我们定要轻身力竭 才能找到线索 那不行 本座在为你种下护神舟 确保你原生无欲之前 是不会与你下劫力竭的 可老李这人 能躺着绝不站着 能偷懒绝不工作 怎么会出游前 把所有的力竭命布 都写好呢 这事儿有蹊跷啊 本座说了不行 这件事你就听我的吧 了 н